一起来关心社会弱势 花莲市扶龙宫在日前举办了普渡法会 特地将2500斤的白米 分别赠送给了包括花莲市公所 爱花莲食物银行等在内的四个单位以及社团 而市长维加贤则是到场代表接受并致政的感谢状 他表示市公所将会持续来关心弱势家庭 帮助他们战斗难关 花莲市扶龙宫在日前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特地将2500公斤的白米 分别捐赠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等四个单位及社团 希望能透过社福公益平台的管道 帮助更多弱势族群 历年来我们特里公园都非常严心 用基盘这个供应这个美 来贡献我们的需要来做这项爱心 可以让土地公廟比较好比较有意义 也非常感谢我们市长非常关心 市长维加贤除了道场代表接受并致政感谢状外 他也表示公所将会持续关怀弱势家庭 帮助他们战斗难关 那真的非常感谢有JPE的白米益住 那未来可以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生活经济上面 能够至少在吃的部分不会缺乏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怀身边周遭的弱势 那我们知道这段期间 真的我们食物银行的经营 让所有的一个社团 公庙看见我们的营运能量 那我们期盼 未来有需要的朋友们 都能够来到食物银行 来解决目前的现况 那我们也会致力于 跟其他的一个社服单位 来做相关的横向链接 市长维加贤也再次强调 森林物资没有户籍限制 只要生活面临困难 需要帮助战斗难关 无论户籍是设在任何县市乡镇 都可以到爱花莲食物银行填表森林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